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会连累魏前辈 闻言 金灵才稍微收敛 恶狠狠地瞪着 前日那几名八卦的世家公子之一 那世家公子走进道 金小宗主 真不关我的事啊 我是守约定 真的没有四处乱说 只不定当时是隔墙游耳 被人听了墙根 而江城与聂怀桑在一处 聂怀桑守摇折善道 原来魏兄和韩光君失忆一事是真的 此事可大可小啊 江城咬牙 拇指摸缩着紫殿 一双信眼弯了眼 对面满脸者子的姚宗主 暗中猜测这次散播谣言的就是他们平阳姚氏 却苦于没有证据 虽说此前也有很多关于魏无限与蓝旺姬的造谣 但那些关于他二人情感如何的谣传 都因二人的道理大点不攻自破 而线下两人双双失忆 且不论他们是否会受谣传影响 单单就是受到反噬引起失忆 就足以给足造谣声势之人理由 再次将魏无限所修的轨道竖法 推至封口浪尖上 蓝旺姬领着魏无限回了静视 想着轻谈会并未结束 午后的轻谈会他还需参加 事已蓝旺姬并未在静视滞留太久 只温声嘱咐魏无限别走远 魏无限望着那抹白影离去的方向 两久终于回过神来 相遇和回眸街市园 魏无限心知不论有没有失忆 他都已经彻底爱上了那个背影 他念蓝旺姬的每一个眼神 凝绕他以弥族身陷 欣惜这段情缘 可越是如此 魏无限越是像是 坠入一个绕不出的怪圈一般 隔音这不夜天蓝旺姬 曾用剑指他 如此明确的立场 与当初讨伐他的仙门世家又有何区别 魏无限环顾了一圈静视 一切似乎太过清冷 最终目光凝蒂在藏有天字笑的地板处 常言道 最眼看世间 时时皆温柔 虽之云深不知处敬酒 他还是毫不客气地取出几坛天字笑 在姑苏就是得喝这天字笑 气味幽淡 入口醇后 轻而不裂 醇而不腰 你们干脆就闻着酒外 找仙女算了 魏无限满脸认可道 如果有酒的话 那也可以啊 江城白了一眼魏无限道 姑苏来世的人怎么受得了你 脑海中不自觉地就浮现出 当年云深不知处 与江城聂怀桑饮酒时的对话 现在想来江城还真是真相了 早早地就把他归为姑苏来世 魏无限闷了一口酒 摇了摇头提着一坛天字笑 转身出了静视 阳光透过淡泊的云层 要得人双眼发花 魏无限微微迷其眼 眼底却还是阴晕起一层水气 时光如同暖阳 亦有温暖 亦有心伤 魏无限沿着白柿子小径 不知不觉晃悠到养兔子堆的草坪处 不远不近地望着一群兔子 围绕着蹲在地上的嘴着草的小苹果 魏无限缓缓走近 兔子和小苹果皆紧觉得竖起耳的侧耳 红宝石地眼瞅了瞅他 其中一只一蹶一蹶地蹦搭至魏无限腿边 貌似来者并未打扰到他们的惬意 魏无限唇脚上扬 弯腰一手拦起兔子 绕到大树背后 倚靠着树坐下 就这样 怀里抱着兔子 晒着暖阳 吹着暖风 引着天子笑 不知过了多久 魏无限竟这样睡了过去 唉 你们听说了吗 就这两天传开的事 反正不管怎么传 我只相信我看见的 这谣言我之前也听过 不过没有现在传得这么难听 魏无限睡眼惺忪 揉了揉眼 模糊地听着不远处有人说话 可不是 我听说西和赵氏 当初主动献上住丹秘籍 不也是有条件的吗 听说要与我们姑苏兰氏联姻 想得到庇护重振家族 还别说 我是真觉得最近 仅于师兄与赵氏走得挺近 唉 你们说为什么这次有人说 韩光君诸位前辈结丹遭反事一事 赵氏之人没有出来帮忙解释呢 能怎么解释 为前辈结丹的方法 使他结合住丹树自闯的 人家赵氏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 怎么可能站出来说这事 魏无限躲在树后 揉了揉额脚 唇脚无奈地勾气 正欲起身搭话 有文艺人言 你们说韩光君是真的很忌讳 为前辈所修的轨道竖法吗 不然怎么会花费这么大的代价 不惜被反事也要助他结丹 轨道虽厉害 但到底损身 有办法结丹 你觉得韩光君会让 为前辈继续洗轨道 也是毕竟金丹见到才是大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